澄清湖风景区景色相当优美 厉头的幸福花园景观 经过用心的改造后 也成为婚纱外拍热门打卡的新景点 超过75种的花卉品种 450株花朵遍布 欢迎大家可以多到澄清湖风景区走走 看看以前没有发现过的美丽风景 一株株的玫瑰花种植在花园中 有红有白有的海带点清香 这座幸福玫瑰花园共有75个品种 450株 美丽景象搭配装置艺术 也成为婚纱外拍热门的打卡新景点 那这里是一个我们新增的秘密景点 然后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机会 到我们这边来拍婚纱照 玫瑰花园很漂亮 现在几乎每天来 有时候会来这儿运动散步 现在高雄市我们的澄清湖 有开辟这边这么漂亮的玫瑰花园 也希望大家多多利用 每天每个时间点真的是不一样 又有香味非常棒 这片幸福花园分成风花区和长花区 随手拍起照来都美得相符画 但这片的花谱维护可不简单 志工们要轮流来照料施肥 对于每株花草都爱护得像自己的孩子一般 因为澄清湖给了这一片空地 还有游客很爱很有爱心 捐献了捐赠了这么多的玫瑰 给我们的高雄市民 更好的一个观赏的休闲的地方 包括浇水或是私肥 每个月就会固定做一些私肥的动作 澄清湖风景区景色宜员是休闲踏青的好去处 现在又用心的增加美丽景色 欢迎民众多来走走放松心情 看点不同景色对于身心灵也有极大帮助 港独新闻张世民洪静怡采访报道